大家好, 港股連跌幾天, 天天都跌得這麼急 25,200點距離250天線 27,200點已經很短時間插穿了2000點 我覺得這個距離暫時是足夠的 所以如果你大膽的話 也可以在25,000至25,400反彈 當然反彈空間和目標 首先不要放得這麼高 因為始終市場氣氛非常差 距離250天線, 距離感是足夠的 但未能確定是跌定的 但累積跌幅大了, 反彈反彈 因為始終監管方面一切從嚴 究竟是否只有教育呢? 似乎不是 例如醫療, 生物醫學, 電子煙 之前怕完的反壟斷, 數據安全 或者是其他那些 近來都見到物管股都跌了 究竟監管手段會否有局限性 還是大範圍都會呢? 大家都害怕 所以A股也這樣跌 港股也這樣跌 但是看圖表這些位置 是可以試試反彈的 但是謹記了 反彈的目標的力度 千萬不要放得太高 還有心理準備 有一個行指 再試多另一個低位 就是24,500點